清亭镇有一个刘姓老汉,老汉是个苦命人,他早年丧妻,老年丧子,儿媳又改嫁他人,留下一个孙子与他相依为命。 儿子去世的时候,孙子才五岁,是刘老汉起早贪黑干活,省吃俭用把孙子养大的。老汉是个粗人,目不识丁,但他知道读书的重要性,在吃不饱饭的年代依然把孙子送到学堂读书,为了孙子,他十几年没有吃过饱饭。 老汉的孙子叫刘天赐,十年已经十六岁,这孩子聪明懂事,读书一目十行,过目不忘,是当地的神童,年纪轻轻就终举人。 刘天赐不但学问好,而且英俊潇洒,即使穿着破衣烂衫也无法遮挡住他儒雅的气质,他前途光明,很多大户人家的小姐都想嫁给他, 可刘天赐已经心犹所属,他喜欢的女子叫李孟,李孟是村里理财主的女儿,生的是梅青木秀,非常可爱,二人可以说是青梅竹马,两小无猜。 刘天赐知道理财主不会同意他与李孟的事,所以两人的关系并没有公开,他想高中后再去李家提亲,到那个时候理财主就会把李孟嫁给他了。 刘老汉也非常支持孙子的想法,只要孙子能够高中,那理财主自然也就不会反对,到时候再风风光光地把李孟儿娶回家。 刘老汉年纪大了,身体一日不如一日,有些重火已经力不从心,刘天赐也是个孝顺的孩子,为了不让爷爷太操劳,他白天的时候就上商砍柴,然后拿到集市上换钱,晚上的时候挑灯夜赌。 这日,刘天赐去街上卖柴火,他看见街头坐着有一个算命先生,先生前面挂着一面旗帜,上面还写着神算刘半仙。 很多人围着刘半仙七嘴八舌地议论着,人群中一个穿着绫罗绸缎的男子说道,你说你是神算,那你就给我算算,我能不能考上状元。 这个男子是城里王百万的儿子王福生,他吃喝嫖赌,不学无术,是一个典型的画画公子。 刘半仙看看男子,捋着胡子说道,你今生是没有状元命了。 王福生说道,那你算我是什么命? 刘半仙说道,看面相,公子是天生富贵命,如今也是锦衣玉食,可五年之后你就会沦落街头,变成乞丐。 王福生一听哈哈大笑,扫尸一圈众人说道,还敢称半仙,我看你就是个骗子,我王家是城里的首富,店铺几十间,良田几百亩,还有牛马成群,家中已经积累了万贯家财,几辈子都花不完,你却说我要流浪街头,简直是胡说八道。 围观的众人也开始质疑这刘半仙的本事,王福生又说道,你这老儿,不要在这里招摇撞骗了,还不赶紧滚。 他说着就要去先刘半仙面前的桌子。 刘半仙不紧不慢地说道,公子且慢。 我说的是五年之后,若我算得不准,到时候你怎么样都行,何必这么心急呢? 众人一听觉得算命先生说得对,大家又站在了他这一边说话,让王福生等五年,验证一下再说。 王福生也是个好赌之人,说道,行,就等五年,若是你算得准,我就服了你,若是不准,我不会饶你的,你等着吧。 他说完就一甩袖子离开了。 王福生走后,又有几个人让他给算算以后的事,刘半仙说得头头是道,有好的,也有坏的,站在人群后面的刘天赐也心动了。 于是就放下柴火,走到刘半仙面前,说道,先生,请为我补一挂。 刘半仙打亮一眼,刘天赐,说道,你想知道什么? 刘天赐说道,后年我就要去京城参加电视了,您就算算我能不能榜上有名吧。 刘半仙把刘天赐上上下下都打亮了一遍,又掐指一算说道,同名状元非你莫属呀。 刘天赐听他这么说,心里也是一喜,只是表面上很平静,他又说道,请先生再看看我的姻缘。 刘半仙不假思索,就指着不远处一个乞讨的老妇人说道,她是你妻子。 刘天赐赶紧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,就看见一个五六十岁的,脏兮兮的老妇人,她觉得又气又好笑,觉得这个刘半仙是信口开河,刚才说她要重状元,这会儿又说那个老妇是她妻子,简直是荒唐至极。 围观的众人听了也觉得不可思议,有人说道,她一个卖柴火的能烤上状元,这怎么可能? 要是能烤上,她又怎么会娶一个讨饭的老妇人做妻子,这也太可笑了吧。 众人把矛头又指向了刘半仙,说她根本就不会算卦。 刘半仙说道,大家觉得我算得不准,验证一下不就知道了? 何必这么早就下结论呢? 众人感觉被忽悠了,都失望地散去了,刘天赐拿出一个铜板放在桌子上也离开了,他再次看向路边时,那个老妇人也不见了。 刘天赐心中是一半欢喜一半忧愁,他希望刘半先算得准确,自己能够高中状元,可他又不相信自己会娶一个老妇人,简直是太滑稽。 他喜欢的人是李孟儿,他高中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李孟儿娶回家。 再说李孟儿,对刘天赐也是爱到了骨髓里,经常偷偷从家里拿米面,鸡蛋鸡鸡爷孙俩。 刘老汉心里很是过意不去,说道,李姑娘,天赐以后要是有所成就,一定不会辜负你的。 李孟儿说道,爷爷,我相信天赐哥哥一定会大作为的,到时候你老人家也可以跟着享福了。 李孟儿经常偷拿家里的东西,最终还是被理财主发现了。 他生气地说道,我说家里的米面总是吃得这么快,原来是出了家贼了。 李孟儿也就不隐瞒了,说道,爹,我送给天赐哥了,可我拿自己家的东西送人,怎么说是贼呢? 你不经过我同意,就是偷拿,就是贼。 李财主气愤地说道,李孟儿从小被父母浇灌着,所以并不惧怕李财主,说道,以后我再拿东西,就给爹爹说一声。 李财主说道,没有以后,我告诉你,以后不允许你去找刘天赐,知道吗? 他一个穷小子有什么好的? 李孟儿说道,爹爹,天赐哥现在穷,可不会穷一辈子,他定能成就大事的,你放心吧。 李财主说道,最是无情读书人,他要是功成名就了,就会抛弃你的。 李孟儿根本不听父亲的,依然是我行我素,李财主一气之下,就把他锁进屋里不让出去,还找媒婆为李孟儿说亲。 李孟儿为了反抗父亲,就一哭二闹三上吊。 王财主虽然很生气,但他就这一个女儿,从小就是若珍宝,要是有个三长两短,他也没法活了,因此只能做出让步。 说道,亲事暂时可以不提,我也不反对你与刘天赐的事情,但你也要答应我一个条件,不能再去见他,若他两年后高中回来娶你,我就把你嫁给他。 李孟儿听父亲这么说,也就不闹了,说道,好,爹爹一定要说话算话,天赐哥一定会来娶我的。 他嘴上答应不再去见刘天赐,可还是偷偷摸摸地去找他,李孟儿对刘天赐说道,我爹爹说你若高中就会嫌弃我,是不是真的? 刘天赐一听就急了,说道,孟儿妹妹,我对你的真心天地可见,我要是变心就不得。 李孟儿赶紧捂住他的嘴说道,不要说了,我相信你还不行吗? 刘天赐说道,孟儿妹妹,这些年你没少帮助我们,你不但是我的爱人,还是我的恩人,我刘天赐是懂得知恩图报之人,你就放一万个心,只要我能有所成就,一定不会辜负你的。 两个友情人互诉忠常,对未来充满了希望。 眨眼两年,就过去了,刘天赐要进京赶考,李孟儿就拿出自己攒下的私房钱给他做盘缠,说道,天赐哥,这是我攒下的银子,你拿着做盘缠。 刘天赐爷孙俩正为进京的盘缠发愁,李孟儿就拿来一包银子,真是雪中送炭,刘天赐感动得热泪盈眶。 刘老汉说道,太谢谢你了,李姑娘。 他又对刘天赐说道,天赐,李姑娘的恩情,你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,到了京城好好考,若能金榜提名,一定不能辜负李姑娘,若你辜负她,爷爷就不依你。 刘天赐说道,爷爷放心吧,我绝不辜负孟儿妹妹,若我真的能够金榜提名,立刻就回来娶孟儿妹妹。 李孟儿听着爷孙俩的话,羞得小脸通红,心中的小路也是乱撞。 刘天赐告别爷爷和李孟儿,就和同窗学子周启明一起踏上了去京城的路,为了省钱,他们一路上风餐露宿,经过多日的长途跋涉,终于到达了京城,次日就开始考试。 刘天赐如同神注,考试题对他来说就是小菜一叠,三场考试他都是第一个交卷的。 他觉得自己这次一定可以高中投名状元,考试结束他和周启明没有立刻回家,而是留在京城等待接榜。 再说,刘老汉掐指算着孙子也该回来了,可一直没有他的音讯,就有些担心,于是就去周家打听,得知周启明也没有回来,刘老汉这才放心了不少。 半个月之后,周启明来到刘家,给刘老汉带来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,说刘天赐高中榜首,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状元,皇帝还亲自召见了他,并把他安排在了汉林院任职。 刘老汉一听高兴地直流泪,说道,谢谢你,那他说没说什么时候回来。 周启明说道,刘兄说了,京城那边安定好之后,立刻回来接你去享福,你老就安心在家里等着吧。 周启明要离开的时候,李梦儿却来了,周启明就把刘天赐高中的喜讯对他说了,李梦儿也是欣喜不已,心中的石头总算落了地。 李梦儿日日想,夜夜盼,希望自己的郎君早日荣归故里,风风光光地把他娶回家,他抚摸着自己的肚子,脸上露出甜蜜的笑容。 刘天赐进京赶考的前一晚,两个年轻人在河边优惠,情到深处就冲破了底线。 最近,李梦儿发现自己犯恶心,而且月室也没有来,他就知道自己是有了,如今刘天赐又高中状元,可谓是双喜临门。 李梦儿毕竟是位出格的大姑娘,此时怀孕是不光彩的,所以他竭力隐瞒着家人,就等着刘天赐回来,所有的事情都会迎刃而解。 孩子是不等人的,李梦儿的肚子越来越大,可刘天赐还是没有回来,这下他就坐不住了,准备去京城寻找刘天赐。 他还没有来得及去,就被理财主发现了端倪。 在理财主的逼问下,李梦儿就说出了实情,理财主也是气得直哆嗦,骂道,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伤风败俗之事呢? 李梦儿也不辩解,只是一个劲的哭泣,理财主怒道,这是传出去还怎么见人,这个孩子不能留。 李梦儿扑通一声跪在父亲面前,哭道,爹爹,是女儿错了,孩子是无辜的,你放心吧,女儿不会给您丢脸的。 天赐哥哥已经高中,他很快就会回来娶我的。 李妇人也赶紧说道,对啊,那刘天赐如今在汉林院任职,他回来了就会娶梦儿的,到时候咱们脸上也有光啊。 理财主怒道,妇人之见,刘天赐如今在京城做官,为何迟迟没有回来,难道你们心里还没数吗? 他肯定是攀上达官贵人了,说不定早已与别人拜堂成亲。 李梦儿哭着说道,天赐哥不是那样的人,他只是公事繁忙,才没有回来,他答应过我,这辈子只爱我一个人。 为了保住肚里的孩子,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,李梦儿悄悄离开了家,经过各把月的长途跋涉,他终于来到了京城,此时的他面容憔悴,眼窝深陷,衣服也是脏兮兮的,整个人都失去了往日的风采。 李梦儿迫切地想要见到刘天赐,经过打听,他终于找到了刘天赐任职的汉林院,可要想见到刘天赐却不容易,看门的人根本不通报,不由分说就把他赶走了。 李梦儿已经身无分文,他饿得头晕眼花,于是就去一个饭馆里要饭,说来也巧,居然在饭馆门口遇到了周启明,李梦儿就叫住了他。 周启明一下子没有认出他是谁,因为他现在的样子与之前是判若两人,李梦儿赶紧说道,周公子,我是李梦。 周启明一下子就惊住了,赶紧把他带到饭馆洗漱一番,然后又叫来饭菜给他吃,可李梦儿根本吃不下,他现在急切想见到刘天赐。 原来周启明中了近视,同样在汉林院做事,对刘天赐的事情也很了解。 上次在刘家里他没有说出实情,但是到如今,他不得不说出真相。 周启明把李梦儿带到一间客房里,就告诉了他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,李梦儿眼前一黑就要晕倒,却被周启明扶住了。 曾经的山盟喊事都变成了谎言,他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,哭着说道,他说过一辈子都不会负我的。 我不信,你说的不是真的,对不对? 周启明很同情李梦,说道,你是一个痴情的女子,但我不想骗你。 请你面对现实,不要再对他抱任何幻想。 原来,刘天赐考中状元之后,皇帝非常欣赏他的才华,并亲自召见了他,并把他推荐给一品大员王大人,要他好好带刘天赐。 皇帝对他是如此的看重,前途自然不可限量,王大人就把自己的侄女许配给了刘天赐。 刘天赐为了自己的仕途,隐瞒了他与李梦儿的事情,就与王大人的侄女成亲了,他之所以这么久都没有回去,就是为了亮李梦。 等李梦儿把李梦儿嫁出去后,就没事了。 李梦儿想到刘天赐对他的承诺,想到自己已经怀了他的孩子,可他却与别人成亲了,他实在受不了这样的打击,就跑到荒郊野外大哭一场。 周启明没有劝他,而是跟着他来到郊外,看着他痛哭,把肩膀借给他靠。 李梦儿哭过之后,周启明才说道,李小姐,我知道你很难受,这件事对你的打击确实很大,可一切还要往前看,你要坚强地活下去。 在周启明的劝说下,李梦儿才逐渐冷静下来,他决定把孩子生下来,可如今他这个样子,家也回不去了,在这里又是举目无亲,他不知道该怎么办。 周启明就让他暂时住在他那里,不过他也很担心,要是刘天赐知道李梦儿在他那里,对他对李梦儿都不利,于是他就上奏皇帝,说自己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,想回家乡去。 皇帝念在他一片孝心的份上,就准了,让他回去作献令,刘天赐得知周启明要回乡,就请他喝酒,并拿出银子给爷爷刘老汉烧回去,还再三叮嘱他千万别说,漏嘴了。 周启明要带李梦儿回去,肯定要给父母一个交代的,于是就与李梦儿商量,就说他是自己在京城娶的妻子。 李梦儿说道,我已经给你添了很多麻烦,这样做对你不宫廷,我不能这样做。 周启明说道,你未婚生子是要被人唾弃的,你也不想让刘天赐知道孩子的事,这是唯一的办法。 李梦儿跪在周启明面前哭道,周公子是我李梦儿的大恩人,今生我也无以回报,就等来生再报吧。 周启明赶紧把他扶起来,说道,你是个好姑娘,是刘天赐不知道珍惜,一切都会过去的,你要振作起来。 重新开始,周启明带着李梦儿回了家,父母得知是儿子在京城娶了媳妇,而且已经身怀有孕,也是喜得何不拢嘴。 再说,刘老汉得知李梦儿偷偷去了京城,很为他担心,怕他在路上会有什么危险,就在这时,周启明却来到了家里。 他告诉刘老汉,李梦儿已经与刘天赐团聚了,并拿出银子给了刘老汉,说是刘天赐孝敬他的,刘老汉听了他的话,心就放进了肚子里。 他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李财主夫妇,李财主夫妇也放心了。 李财主说道,这个刘天赐还算有点良心。 李夫人说道,他俩感情好,我就知道不会有事的,你就在家里等着抱外孙子吧。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,李梦儿顺利生下一个女婴,但她没有一点为人母的喜悦,她知道,这孩子的一生注定会遭受世俗的白眼。 李梦儿为了让孩子摆脱噩梦,夜里就偷偷抱着孩子去了寺庙,她把孩子放在寺庙门口,而自己却走到了湖边,准备一了百了。 他不知道的是,周启明在他身后悄悄尾随,他正要跳湖的时候就一把抱住了他,李梦儿被一个温暖的怀抱包围,他就扑在周启明的怀里崩溃大哭。 周启明给他擦了眼泪,说道,梦儿,你怎么这么傻?你走了,孩子多可怜呀,你走了,我该怎么办? 在二人的相处中,周启明就对李梦儿产生了感情,准备在他生产后向他表白,没想到李梦儿却要做傻事,周启明说着也哭了起来。 说道,梦儿,嫁给我吧,我会好好对你的,也会把孩子当亲生的一样看待,咱们一起把他养大,好不好? 李梦儿知道周启明是一个有担当的男子汉,可他觉得自己配不上他,说道,你要娶一个清清白白的女子为妻,我已经不干净了,还带着个孩子,我配不上你。 周启明说道,梦儿,你是一个纯洁的女子,我爱你,我不能没有你。 李梦儿被他深情地表白,感动得稀里哗啦,就答应了,从此之后,他们就成了真正的夫妻。 自从刘天赐重了状元之后,刘老汉每日都乐呵呵地,嘴里不停地哼着小曲,日子过得很是快活,看起来也年轻了十几岁,可就在一年后的一天, 这种快活的日子被一个人的道来打破了,让他陷入了痛苦的深渊。 这个人不是别人,正是刘老汉引以为荣的孙子刘天赐,如今的刘天赐是身败名裂,这时刘老汉才知道,孙子是多么的混账,居然辜负了李梦。 如今的李梦儿也是不知去向,刘老汉心心痛不已,贪坐在地上嚎啕大哭。 当初,刘天赐为了娶王大人的侄女,隐瞒了他与李梦儿私定终身的事情,他本来想着自己要娶一个美娇妻,以后还能跟着王大人一路高升。 洞房夜的时候,他才知道,王大人的侄女小时候被开水烫伤了脸,样子很吓人,刘天赐就非常的后悔,可一切都晚了。 刘天赐才貌双全,每日面对着一个丑八怪,他心中不甘,就与家里一个貌美的丫鬟有了奸情,并打算陷害王小姐。 结果被王小姐发现,就把这是告诉的叔叔王大人。 王大人一听恼羞成怒,本来他可以把他送到刑部受审的,但为了面子就没有张扬,而是悄悄上奏皇帝,在皇帝的允许下,就派几个人把他遣送回家了。 村里人听说了刘天赐的事情,大家也都是气愤不已,骂他是个白眼狼,理财主更是气愤,就带人把他打了个半死。 刘天赐犯错在先,挨打也是他自作自受,刘老汉也觉得孙子该打,可他还是心疼这个孙子的,就跪在理财主面前替刘天赐求情。 理财主猜想,刘天赐肯定是把女儿害死了,于是就跑到县衙击鼓鸣冤,周启明升堂一看是理财主夫妇,就赶紧退堂,把二人带到后院,让他们与李梦儿相见。 理财主夫妇看见光鲜亮丽的李梦儿,以为是在做梦,李梦儿抱住母亲痛哭,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说了。 理财主夫妇得知女儿不但没死,还做了县令夫人,如今过得很好,心中的气就消了,他们回去后就把这事告诉了刘天赐,目的就是要好好气气他。 刘天赐得知李梦儿嫁给了周启明,就嚎啕大哭起来,说自己就是个畜生。 刘老汉辛苦把孙子养大,供应他读书,如今却落得个悲惨的下场,他就想一死了之。 可他又放心不下孙子,他死了,他一个人孤苦伶伶怎么活。 于是刘老汉就拿着银子去找媒婆说媒,可没有一个姑娘愿意嫁给一个父亲汉的。 刘老汉没有办法,就去找衙婆,衙婆收了银子,几日之后的夜里就送来一个盖着盖头的女子。 刘天赐一开始不愿意要,刘老汉就要给他跪下,无奈他只能答应了刘老汉。 当他掀开红盖头时,一下子就震惊住了,因为盖头下是一张满是褶子的老脸,看起来也有六十多岁了。 刘天赐突然想起几年前街头算卦的事,他一屁股蹲在椅子上,哈哈哈哈大笑起来,好像是傻了一样。 刘老汉听到声音不对,就跑了进来,看到女子的面容时也是吓了一跳,说道,怎么? 会这样?老妇人就哭了起来,说出了事情的缘由,这个老妇人称作王氏,几年前儿子离家,一直没有音讯,她丈夫思念儿子一病不起,她一边要饭一边照顾丈夫,就在几天前,丈夫因病离世,她就被贪财的小叔子卖给了衙婆,衙婆说给她找了个好人家,就把她送来了。 王氏年过半百,怎么能嫁给孙子呢? 刘老汉就要带着她去找衙婆,王氏哭道请老哥收留我吧。 刘老汉虽然很生气,但这是不怪王氏,他就没有去找衙婆,让王氏暂时留在了家里。 经历了这么多打击之后,刘天赐真的疯了,刘老汉怕孙子出事,整日跟着她,可她实在是太累了,打了个短的功夫, 刘天赐就跑到了河里淹死了。 孙子没了,刘老汉也就没有了活下去的意义,就要跳河随她而去,却被村民拉住了,并把她送回了家。 王氏细心照顾着刘老汉,耐心地开导她,刘老汉才放弃轻生的念头,两个老人日久生情,就走到了一起。 后来,王氏失踪多年的儿子回来了,如今已经是一个富商,他把两个老人接到了城里居住,对他们很孝顺,受了大半辈子苦的两位老人也过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。 好了,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,期待下次与您的相遇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